24号的上午 市民捕蜂达人是来到了瓦剌米步道口 将三颗虎头蜂窝摘除 同时表示虎头蜂窝就在停车场内 人多吵杂是非常引起蜂的注意的 并且还说遇到虎头蜂的攻击 千万千万不要趴下先跑 或是登山的时候可以随身携带油性的杀虫剂 因为会破坏生态 没得到必要请勿使用 三颗巨大的虎头蜂窝 满满的虎头蜂飞来飞去 里头可是有超过万只的黑尾虎头蜂 毒性最强攻击性也极强的蜂种 24号上午四名捕蜂达人来到瓦剌米步道口 将这三颗虎头蜂窝摘除 并说虎头蜂窝就在停车场这里 人多丑杂是非常引蜂注意 并且还说遇到虎头蜂攻击千万不要趴下 记得要先跑再说 或是登山可以随身携带油性的杀虫剂 因为杀虫剂本身会破坏生态 非必要请勿使用 看到虎头蜂 它一下是错误的 要跑 然后喷这个 大虫剂 油性的 油性的 水性的没有用 它就会出去飞肉猛 它就不会叫上个兄弟来了 最后捕蜂达人还是要提醒 上山时不要擦香水 因为味道吸引风的机会 登山衣物以及帽子 尽量以浅色为主 虎头蜂非常喜欢追着黑色跑 如果遭遇虎头蜂攻击 不用过于害怕慌张而乱了手脚 虎头蜂基本上不会主动攻击 赶快安静的快速离开才是正解 记得高双双卓西湘采访报道